今天六月堪稱是史上最熱六月 很多人一回到家就是想要打開冷氣 但如果你一開始就按下省電功能鍵 可就大錯特錯了 應該會差個一倍的時間左右 一倍喔 對 才會涼快就對了 對 根據專家的說法 我們實際找了一間四平大的房間 開始測試 還沒開冷氣前 房間內室溫是32度 打開冷氣直接調省電模式 等到17分鐘後才降低為26度 但如果是一開始就是自動模式 只要花8分鐘的時間 室溫就能降6度 等於省電模式得多花一倍的時間 才能讓空間兩塊 專家說其實最好的方式 就是打開冷氣後先用自動模式 等到室溫達26度再開省電模式 如此一來既能迅速降溫消暑 也可以達到省電效果 不只操控方法很重要 空間與冷氣遁數也息息相關 像是四平大的房間 就要安裝一噸冷氣 大約十平大的客廳 得安裝2至2.5噸冷氣 另外如果房間是在頂樓 或是嚴重攜曬的位置 冷氣遁數得加大一級 例如四平大的空間 就得安裝1.2噸或1.5噸 溫度會非常的熱 所以會建議冷氣還要再加大一級 要不然以這種天氣冷氣 沒有辦法達到它很好的效果 氣象局預估 未來三天高溫仍然會持續 提醒民眾在家吹冷氣 也要掌握秘訣 才能涼快又省電 度過難熬的炎炎夏日 記者張哲盧王岳芳 新北市報導